佛游人成 若考业重,只想自己,心中没有别人 说话口不择言,伤人无数,喉咙这里能亮光就是暗的 若有邪淫,下身的能亮光就是暗的 身体哪里有病,其实就是那里有业障 福报和德行可以通过生命能亮光来感知 善良、纯粹、有修行的人 他的生命能亮光很亮 这就是为何有些鬼神可以知道 哪些是善人,哪些是恶人,都是从能亮光去判断的 德高鬼神轻,德行好能让自己能亮光变亮、增强 遵守大自然的规律,遵守人道、天道的规律 手持五戒十善,天地鬼神都会赞叹你、敬仰你、护持你 心念趋向于善,盖自己恶的心性,心性不改 谈太远都是空谈,福字是不是有个人啊 这就是为何大德要大力倡议学习弟子归 太上感应天,料凡思讯,做人是一切修行的根本